嗨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两盘精彩的国战 看一下第一盘 这个绝境这个卧龙小鸟一川四 那么 哇 这个很纠结 这几个都是很强的 那个黄云英 不管他 他们两个都很强 你看 猪连逼合啊 他们俩放在一起 这个嗓嗓不玩不玩了 这个梗太老了 这个官方开车最为知名嘛 对吧 好 看一下 哇 这地方呢 哇 长者出来 长者这一刀下去 呃 杀伞 这个家伙有人寂寞 你打三血不卖呢 打四血 你能说明什么呢 这个 因为你四血的话 那个就算是有的时候 是魏国武将也亮不出来的 难保有这些 有这个牌 这个武股质量很高啊 这些牌我感觉都挺 都挺 哎 这家伙这个 这个这个主视角 怎么不拿绝斗了 你觉得我拿着 给那个 给那个李典和那个 虚土拿了 那不是挺麻烦 那他这个主要又出来 哇 真姬和这个 哎 有改的吗 还有没有出吗 哎 其实如果有司马懿 其实刚才那家 还是挺强的 因为真姬和这个 真姬和这个啥 真姬和这个 虚优的话 他如果落神很多 他可以保证 哇 我刚才想说 他落神很多 可以亲力卫国 那这有曹操 那就更爽了 一把牌拍出去 他可以全部剪的 但是现在牌 好像不够了 现在的话 好 所以说国战里面的 虚优也是被受到 限制的 这个小胖子 亮出来那一瞬间 那个富将 就已经 那个杀杀杀 哇 这一下 那这个家伙 不拿这个马呢 他爽人上牌 有用吗 他爽人上牌 也都有用的 因为他说 那个马 搞出去 那样子的话 真姬就 他发动机能吧 他那个爽人上牌 还要丢 他爽人上牌 另外一点 这个司马懿 刚才那搞什么 给这个他改啊 你给他改了之后 刚才他不就可以 那个啥 他可以发动机能吗 我感觉这边 有点寂寞了 他这个 好 继续看看 这个司马懿 哎呀 司马懿 刚才那个顺 神顺的 刚才那个顺 把那个 那个桃子拿走 但其实刚才开局 那个时候还是挺危险 因为他时候 有一个名的决斗 有一个名的决斗 那这家伙可能顶不住了 好 看一下啊 这个 哎 过路上这个 关键的牌 他这个 过我一下 当然我们还是 有这个战斗力的 我们还是有战斗力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 还有一条命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珠连病和这个标志 没有打出来的嘛 好 看一下他那个 当然后面有他们俩联动 看看能不能把他打死 因为感觉卫国那个桃子 应该也没那么多 如果以你们俩这个实力 全力攻他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 哎 这个地方 哎呦 这个 当然现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有张飞 呃 除非是关羽 张飞 但是关羽在这里的 所以没办法 看一下四号什么将啊 四号哇 马腾 后 这一下的话 一一代劳 因为有我们在啊 所以说无限 这可以不怕的啊 好 这一下漂亮 能不能给他来一个 一个九属性啊 好 九属性漂亮 这一下对卫国这个打击 还是可以的 对卫国这个打击的话 这一波的话 哇 李典跑了吗 呦 这家伙也真的是啊 就这么就 就这个这个这个啥 李典都没有什么兼致到底的 这个 当然不过他已经死了 那那你也可以死了 之后再逃跑吧 不然的话 不是那个啥 呃 当然现在我估计玩三国杀里面 也没什么人在意 那个什么胜率的东西了啊 跑就跑吧 也无所谓了啊 好 那么这一下 马腾这一波啊 还是可以把这个局势打 这个打成这个算是一个军事了啊 这样的一个 好 我们的话 看的这个可以啊 那改不改啊 哇 这个真的改了啊 好 不怕 反正我们那个副将 还没亮出来的嘛 另外一点 鼠魔却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副将 如果 不亮出来 你不一定敢打的 不然的话 万一打的话 那个我们亮出来一个旁斗 让你们前攻击击的 好 这个哎 这地方那个啥 呃 我们判了一下 好 铁锁连环 可以啊 然后烧一下 啊 无懈可击 好 然后的话 那个对量 铁锁连环 对我们还可以株连闭合的 这个地方还是挺关键的 你看这个时候 关键时候过一张 还那个 竹林秉和的两张牌 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要制衡 就是说我们重铸出一张 那个红色牌 还是有机会的 满号 这一波还是可以的 这一波打的还是挺 非常好 那赢了 直接一锁 然后烧自己 那是最后一波 还是打的非常漂亮 因为最后最后 还是比较稳妥的 因为我们上有 还有一张那个 呃 黑色牌的嘛 那那个 他那个 就算是那个 无蟹 他能有无蟹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盘 生息可救你一命 呃 第二盘的话 也是比较有这个 娱乐属性的 来看一下 马超啊 讲完飞一 看一下啊 讲完飞一的话 一一代劳 好 一一代劳 好 那个 执机执币啊 环盖 这地方那个 这肯定不是位 是个理点 亮出来了 当然我说过 因为现在改过之后 他这个已经不具备 酷死盖这个可能性了 但是这么摆 我觉得摆的不对的 摆 那个啥 你 当然 现在如果这么摆 跟当年可能 因为当年 有酷死盖这个情况 你现在如果这么摆 那也行吧 因为毕竟现在如果这么摆 我真倒觉得 觉得危害没有以前 那么大了 因为毕竟你苦肉 又恶恶能一次嘛 你到了一血的时候 村策又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 也还行吧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好 万简七发 这个理点肯定是要那个啥 那个 那个开大山 那这个时候 肯定是要把这个村策 往死里面打了 杀 有没有逃的捞他一下吧 捞得起来吧 捞得起来直接死了 哎呦 这一下就爽了一下就死掉了 爽了一下就死掉了 好 铁锁连环 我们这个地方要顶住啊 不过我们还行吧 我们马超是马神的 你 你有本事九杀一高 我们 你九杀一高 我们到时候给你还一记九杀的 给他还一记九杀 好 那么 交进攻一下 好 九杀 把那个 把谁也把他屏蔽了 把主将 屏蔽了 他这个 其实刚才那一下 如果要保证命中 其实也可以把司马懿屏蔽啊 因为 他司马懿 他如果上有闪 他是可以改 那个你那个判定 然后出闪了嘛 但是如果你把司马懿屏蔽了 屏蔽了的话 基本上九杀 他应该就躲不掉了 但这样也没有问题 把曹威屏蔽了吗 要屏蔽了 不是把他屏蔽了 对也算是把他屏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 这一盘什么好玩的事情 因为你单量一个马超嘛 当然 蜀国三血将的话 你那个副将应该还是有用的 所以 那个 呃 就看他怎么弄了 好 看他怎么打 怎么打 然后的话 偷笑眉出 漂亮 嘿嘿 这一下可以啊 这个出的还挺关键的 因为那个生息 那个 是神机的嘛 神息是 哦 张飞 出吧 好 杀 可以啊 这一盘的话 直接那个几张 几张杀 张飞的 哦 给过来啊 可以 又给一张 然后又一个珠联闭合 再过一下 这个还可以 这个拿到过牌量挺 可以的 直接把它脱掉了啊 当然 后面的人 可能不一定都用我们的队友 我们自己要坚持下去的啊 好 好 杀一刀 嗯 杀 嘿 你这个人也是牛掰啊 那么 啊 打完一个我们自己人 其实刚才那个南蛮放的是不是啥 呃 如果你纯粹为了那个啥 为了那个这个这个什么生息 我觉得其实因为刚才有一个名的嘉许的嘛 好 亮点就是这一波啊 亮点就是这么一波 不然我们死掉了 因为是嘉许的嘛 亮点就是这么一波啊 这一盘的话 因为那个 现在素材就是给大家看一看有趣的事情嘛 亮点就是这么一波的啊 这个 你看他这个生息也是神迹法不解释啊 生息也是神迹不解释 对吧 这个 不然这一盘是怎么样 还真的挺难说的 好 我们最后我们放快点了啊 亮点已经打完了嘛 好 杀 那么最后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球啊 杀 就把它搞掉啊 因为那个家伙也被勒了嘛 完全不拒的 好 而且他也放过了 打之后 放过大的嘉许 就是没了牙的老虎了 最终也是微博投降 这盘应该还是 呃 亮点的啊 这个 心养够啊 人品就够了啊 好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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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这 这个 对 我